終於是歸女者同行 回首出發 柯文哲啟動環台 掃街拉票 氣勢滿滿 但被問到藍白河 話風一轉 跟前一天又不一樣 合作總要一個 公開公平的一個規則 一開始要訴諸這種密室 密室政治 那最後就變成分章政治 前一天才說要尊重國民黨 今天又開條件 藍白從總統河談到政黨協商 柯文哲說辭反反覆覆 讓藍營基層快炸鍋 更抓住不滿朱立倫 可能陪上整個黨 幫柯文哲作假 我們希望 政府也打怪人士 不要再見縫插針了 看國民黨幾位朋友是 干聲連連 一直認為說藍白河 就是民眾黨在耍 中國國民黨 過去柯文哲 包括跟民進黨合作的時候 他就是不斷的在找宿主 我不好講那個什麼蟲 痛逼柯文哲慣用伎倆 不斷找宿主 在一腳踢開仲彩 追尋下個階段利益 最初侵略的柯文哲 不只在民進黨內聲名狼藉 成為在野第三大黨後 更常和部署撕破臉逼走人 讓柯文哲跟算計 這兩次脫不了關係 前立委陳學勝更警告 穿具變臉的柯文哲 突然釋出尊重的善意 恐怕只是不想被究責破局 必須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柯文哲再反覆下去 我覺得就會是破局 藍軍或者一般民眾都很不耐 要不要選擇退讓 還是說他要堅持算 因為原本不會贏的情況下 他一定是我獨立參選 我才能夠獲得最多的不分區席次 可是現在的狀況 我剛剛講了 前面的這段時間 他談判並沒有讓他得利 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個情況下去破局的時候 你不分區席次 也不會有太好看的表現 不管柯文哲到底在盤塞什麼 有沒有要合作 還是要拖到最後逼藍營讓步 反覆說詞 恐怕已經破壞誠信 流失明星 也讓這句話 現在聽起來更加諷刺 我們不可以為了一時的利益 失去這個黨 或者說這個政治團體 長期的信用 環宇新聞總好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而不是 以免三人回答 還是拔還